第28題 會如何變化 但是我們知道方向 一開始的籌從西向東游 所以他的方向是正方向 他說以向東為正 但是他要再折返回來 所以就變成向西 他的長度是25公尺 游泳池長25公尺 他要游100公尺 所以他總共要去回去回 往反呢 各要 總共是要游四面 總共要從四面 然後折返來回就是兩趟 所以呢他就會有兩個正方向 還有兩個副方向 我們看到圖形當中 只有A選項呢 是兩個正方向 兩個副方向 那個B跟C呢 是全部都正方向 C珠呢 是有一個正方向 跟一個副方向 所以呢 只有A符合我們的 兩個正方向 跟兩個副方向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哪一個最接近 他游泳池的情形 我們呢 答案呢 要選的是A 這樣有兩個正方向的速度 有兩個副方向的速度